据菲加罗报消息 根据卫生部长奥利维耶维兰上周宣布的部分地区的疫情等级划分后 巴黎及其郊区和其他10个城市 里昂 尼斯 波尔多 里尔 图鲁兹 圣埃蒂安 雷恩 鲁昂 格勒诺布尔和蒙比利埃 目前属于增强警报区域 这使得餐饮业担心不久后即将迎接全面关闭的情况 相关人士大卫泽努达表示 近期他们将保持准时工作 餐馆希望避免犯与第一次禁闭时一样的错误 暂时不补充库存 实际上不少餐饮业的人士都对未来可能宣布的措施持悲观态度 据一个巴黎餐厅负责人所言 该行业希望可以获得当地政府的支持 以免在未来再次受到疫情带来的经济重创 他们希望得到强制停止营业后的补助 马赛餐饮业人员对于强制暂停酒吧餐厅这一防疫措施极为不满 他们要求终止该法令 并谴责这项措施侵犯他们的基本贸易和工业自由 周三从马赛行政法院获悉该申诉已经被驳回 贸易和酒店业工会的律师格雷格里尼古拉宣布 他打算继续与国务委员会抗争 企业联合会主席菲利普科西亚说 预防原则的确很重要 但是只要酒吧和餐厅保持关闭 餐饮业就会保持团结一同抗争 他指出强制要求暂停营业是一个令人无法忍受 且难以理解的决定 这个决策让马赛成为一座死城 他想邀请马克龙总统来亲自看一看马赛的现状 巴黎马里布黑鸡餐馆正宗非洲特色菜肴 精选上考食材非洲名厨烹制 逆制酱汁挡不住的诱惑满足您挑剔的味蕾 多元化餐饮服务为您营造舒适惬意的用餐环境 每位酬兵佳肴刘客 马里布黑鸡巴黎最有名的黑鸡在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